书 写作 画 持贤金 小妍家有好多书 哇 这些都是书吗 小顺大吃一惊 小顺原本是来陪整天只知道看书的小妍聊天的 却没看到小妍 你在这儿啊 小顺在书堆里找到了小妍 可小妍却把脸埋在书里 瞧都不瞧小顺一言 小顺决定等小妍把书看完 一边自己也看起了小妍看完后堆在一旁的书 书里写满了有趣又神奇的故事 小顺看着书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第二天 第三天 小妍还只是在看书 不管小顺在不在旁边 她的眼睛都没离开过书 小顺也只是待在小妍旁边看书 然后回家 有一天 小妍把一本书推到了小顺面前 你可以带回去 小妍的声音轻柔的像春雨 真的 一把抱住小妍给的书 小顺开心的好像要飞上天 小妍铺开纸 又反复写了又擦 一会儿边写边摇头 一会儿又边写边点头 小妍写了个故事 小顺觉得好神奇 把小妍写的故事 读了一遍又一遍 小顺讲起自己走在山路上 时看到的美丽花朵 和五颜六色的蝴蝶 还讲起了在池塘里玩耍的小鱼 和像玩伴一样 跟在身后的小鸟 小颜看书的时候 小顺也没闲着 一直在叽叽喳喳地 讲个不停 今天是小顺来小颜家的最后一天 因为小顺要替忙着 做农活的妈妈 照看弟弟妹妹 小顺要保重哦 小顺到了别 小颜没音声 小颜和往常一样翻开了书 可文字却总是在逃跑 小狗小猫也做不成玩伴 小颜想知道 小顺怎么样了 小颜挨家挨户地问 找到了小顺的家 小顺的家 小顺的家在村子尽头的山脚下 一路上有美丽的花朵和蝴蝶作伴 小顺家里挤满了村里的孩子们 他们闹哄哄地看着小颜给的书 开心地玩耍 小顺津津有味地把书念给他们听 小颜也悄悄在边上坐了下来 静静地听了一会儿故事 小颜大吃一惊 小顺念的那本书就是小颜写的故事 他把小颜扔掉的纸 用线装订好 做成了书 大家伙快过来 写这本书的朋友小颜来了 小顺自豪地介绍着小颜 虽然有点害羞 但小颜觉得好开心 小颜和小顺一起一边看书 一边写出了更多故事 在这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